哇 现在传出东五行驱逐舰要再升级 达到1.5万吨的排水量 而且还搭配所谓的电磁轨道炮 这一次升级版会搭配更多的反舰 会有防空飞弹 而且盾位直逼15000吨 如果这些版本都升级的话 接下来说它真的叫做科幻战舰了 现在似乎大陆的海警船开始军舰化了 这一艘海警船五九动摇舰 它其实就是退役军舰改造的啦 简单来说 所以它的火力是很强大的 执行灰射地带任务 譬如说我们长得像是在南海这个区块 环球大战线 深入世界最前线 全球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丁世芬 南岸大事国际震惊军事脉动 但您深度剖析 打开试验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赶快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是前大使 清华大学的副教授赵玲 大使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文化大学广告系教授 纽泽勋 赵手好 西藩科医大好 以及我们的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 张静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重磅聚焦 先带您来锁定 最近的太平洋真的好热闹 俨然成为了世界强权的练兵场吗 由以美国为首的环太军演 在沙威仪登场 还有中俄第一岛链的海上巡演 那大陆最近也好忙 不甘示弱 大陆的航母山东舰 东出了第一岛链 同样前进到太平洋的西部 进行了演训 这个太平洋上 现在就是剑拔弩张 你来我往 就连大陆的万顿大驱 都要再升级了 动物五行的飞弹驱逐舰 现在顿位要加大 火力要提升 大陆的海上实力 真的不容小觑 我们先来看看 最近的太平洋 为什么说真的真的好吗 先来看到是这个 大陆的山东舰编队 7月9号再度东出了第一岛链 这是它第四渡 第四渡出 第四渡出岛链 在天海的西部 进行所谓的舰载机的起降训练 那当然啦 国防部是这样回应的 大陆的国防部说 这只是他们的年度例行安排 我们没有要针对 任何的特定目标 没有要现在 大家所谓的什么 针对环太军演 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了 那当然它一出来 大家就紧张了 日本马上严密监控 日本拍到这样一个照片 带你来看 这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它派出的是 村雨局的驱逐舰来监控 而且就公布了 这个近距离的监控照片 其实你用肉眼 大概就看得到 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是日本自卫队公布的 它确实是在全程监控 可是现在山东舰也有话要说了 就在这个敏感时刻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新闻 央视的报道 说山东舰过去 曾经他也遭遇到危险 他说当时还好 有所谓的带刀侍卫来救驾 用冲撞的姿态逼退舰队 发现还好 敌舰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 这是谁讲的 这是当时 这个延安舰上的海军官兵 延安舰就是他们所谓的带刀侍卫 那个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山东舰的编队说 正在执行航行任务 结果就一艘外国的舰艇 外国舰艇是谁 等一下来问问 他直直冲向了航母山东舰 还好那时候延安舰就在 这个带刀侍卫延安舰迅速出动 最后逼停对方 好这一连串的消息 看起来在这个敏感时刻公布 是有像的什么奇怪的这样的意图吗 我们想先问一下这个张静老师 老师我想问一下 其实当时他们没有透露 这个外国舰队到底是谁 这个新闻你怎么来看 如果以这样的规模来说 其实他应该是不晓得 外界猜测会不会是 日本的军舰可能性最高 你怎么看 首先我为各位观众解析 这位受访的军官 他的阶级是上校 这位刘胜海上校 基本上来讲 假如是动物及延安舰 他不是舰长 就是船上的政委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配合央视的军事 来做这个节目 然后接受这段访问 但是他所讲的东西 确实一点都不专业 而且真正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在整个编队上操演 除非山东舰正在做飞机的起降 而且它的运转率受限制 你可以有任何一个插入你编队的 你可以透过呼叫 然后制止他的行动 没有说是去在那边 以冲撞的姿态逼对 这个是外行的讲法 这个可能都只有做政工的人员 他去描述一个东西 讲一个故事 配合央视的军事 来洒一些狗血 他会讲这个东西 正常的处理状况 绝对不是如此 至于是哪一个国家 第一这个故事 本来就让人觉得 这个就是不服长情 第二美国耕耘 这个就是 不是美国 就是日本 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 也只有这些国家 可能会去 去插别人编队 做这种事情 但是问题是 就军事而言 你假如要真正征收 你绝对不是这样子去插进去 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1998年的1月19号 这个华盛顿跟北京 就签订了一个 海上军事安全的磋商机制 我们假如记得的话 今年的三月间 他才重新恢复 因为Nancy Pelosi来之后 整个东西 所有交流就断了 今年三月再重新 假如发生过这种事情 必然会被列入议题 同样的东京跟北京之间 也有同样的通年机制 但是就他描述的长情 我只能讲说 这个央视的剧本 写得不太高明 好的确 那我们这个故事当然在斟酌 可是不要忘了 当然现在这个敏感时刻 其实确实太平洋上 真的非常非常的忙 我想问一下牛老师 因为你看 环太军演在登场没有错 那中俄的海上巡 联合巡航也在登场 其实你光加 这两大集团加起来 大概就50多艘的军舰 就在这个太平洋上 真的是热热闹闹 所以很多人说 现在太平洋好像成了 这样的一个练兵场 最近来说 在太平洋上的对抗卫十足吗 当然是对抗卫十足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中俄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巡演来讲的话 其实针对美国的一个 环太的一个军演 它就是一个 输人不输政 这样的一个概念 意思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借由 它自己本身的主体结构 加上整个次级的一个结构 包括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日非的一个准入 或者是比如说四方 美日印澳四方 或者是英美澳三方的一个 伙伴关系等等 加上南太的一个岛国跟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 这些相关的一些次结构 跟美国为主的一个主结构 去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富士动员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对中俄会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威胁 那所以中俄进行这样的一个反制的一个动作 我当然认为就是说 它希望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平衡 那第二个原因来讲的话就是说 其实美国的一个环太军演 它的整个的一个针对性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强 那这次是有29个国家参与 那基本上是从6月26号到8月1号 它这个时间也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长 然后呢大概水面的舰艇就有40艘 那潜舰也有三艘 或者是飞机大概也有150架等等之类 所以它动员这个人力也非常非常的可观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中俄弹会明显的认为就是说 俄国弹会认为就是这个是针对 俄乌战争 希望美国希望藉由这个动作 去对俄国做一定程度的一个牵制 那美国当然也会针对 中共之前这个围台的一个军演 藉由这样的一个环太的一个军演 去对中国去进行相当程度的一个制衡 那所以中俄两国也都会认为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针对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当然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 这样的一个中俄的一个海上联合巡演 其实当然有它的一定程度的一个必要性 那中俄它也会借由这些相关的一些操作 也希望能够不断去扩张它自己本身的一个联盟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包括伊朗或者是或者是北韩 这些反美的一些国家 如果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互动 成为一个准联盟的一个概念 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或者是西方国家来讲的话 当然也是相当程度的一个威胁 那如果就中俄本身的一个共同利益来说的话 它当然也有它一定程度的一个逻辑 因为习近平之前也有撤换解放军的一些将领 那借由这一次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巡演来讲的话 它也能够去测试或是巩固 这个新的领导班子这样的一个稳定性 或者是创造相当程度磨合的一种可能性 也可以让西方国家认为 知道就是说中国它其实没有在懈怠的 那中国当然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巡演 去balance美国的一个权利 那俄国当然也希望借由中俄的一个联合巡演 希望能够去让外界觉得就是说 中国有在挺它俄乌战争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呢中俄双方来讲的话 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共同利益 况且他们的主要的假想敌都是美国 而美国的一个环泰军演 假想敌也就是中国跟俄国 所以有来有往 其实我觉得在国际上面 国际关系的一个互动上面 或者是权力平衡上面来讲的话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是好 所以其实各国都希望 透过用这样的军演来巩固 当然自己的军事的上面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 而且可以秀给大家看 那这个周末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 其实包括内陆也有一些消息传出来 这是在这个周末最新的消息 从凌晨我们的国防部侦测到的 中共的火箭军在蒙古地区 又再度做了好多次的试射 就在周末的清晨 那国军有争获 接下来说会加强戒备 主要是他们争获中共的火箭军 在蒙古地区进行了多颇次 这样的一个试射行动 这是目前传出来最新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大陆最近不管是在海上的内陆 动作都非常的多 那我们回到海上的焦点 带大家来掌握是海上来看到 现在不只是太平洋上很忙碌 中国大陆的万顿大局 现在还要再升级吗 我们来看到在画面当中的另外一头 带大家来看一下 讲的是哪一艘呢 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一艘 动武五行的驱逐舰 现在未来要叫它什么科幻战舰了吗 现在传出动武五行驱逐舰要再升级 接下来哪一艘要下水测试 就是动武五B型这样的一个驱逐舰 它的吨位有多大呢 可以达到1.5万吨的排水量 而且还搭配所谓的电磁轨道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 这一次升级版会搭配更多的反舰 会有防空飞弹 而且吨位直逼1万5千吨 这个吨位是非常庞大的 那接下来它的飞弹的垂直发射解灰 会从110射具提升到128具 口径再扩大 可以发射多少呢 红旗26跟红旗29这样的大型的炮弹 而且为了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想把实验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的电磁轨道炮 纳入到它的配置当中 如果这些版本都升级的话 接下来说它真的叫做科幻战舰了 我们怎么来做观察 我想先请问一下大使 那当然现在这个老师 它的这个驱逐舰再升级 这样的一个配置 这样的一个版本 您觉得它会是非常惊人的大型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我想首先 这个有点好像这个复古的味道 复古啊 一世大战之前 人家那个巨舰大炮主义 然后英国造这个无畏舰 然后日本赶造这个大河 武藏姓农 如何如何 然后船造得越大 这个迷信 这个船越造越大 然后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跟文化的因素也很像 那个日本就创造出来 什么咸淡超人 跟这个库斯拉这种东西 而且迷信呢 这个摔角有珠木马场立道山 然后这个就相铺有横钢大关 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海战呢 你当然了 顿位比较多 你是可以 就是说承载比较多 你的本钱比较多 但你也相对的可以影响到 它能够去执行任务的这个海域 因为它比较 吃水比较深 所以我们今天 看到好与不好 是看他赋予他的任务职能 叫你演主角 你就能演好主角 叫你演好配角 就能配角 所以任务职能最重要 而且现代的海战 老早就是没有制工权 就没有制海权 所以如何能够跟其他的军种 相互配合 而且充分的保障自己 自卫 这个电池 反制 这个C4IS 共同的作战主将 也就是说你能够组合好最好的战力 那个才行 所以你现在迷信一艘船 然后它船坐得很大 这个我们人类在海上的载台 这个战舰老早就过了这个时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现在还迷信这一套 刚才你要拿那个 就是那个中央社那个报道 那个有关那个 其实错了一个事情 是中国大陆的火箭军 是在内蒙古测试 不是在蒙古 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 那个地方中央社 现在经常吊渣 所以那应该是内蒙古才对 我想基本上来讲 这个是年度的训册 它应该是打到一个地方 叫塞罕陶来 塞罕陶来 它的那个行政区叫做苏木 它是属于齐根蒙 跟县中间的一个单位 叫塞罕陶来 在蒙古语之中 叫做美丽的胡央树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靶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中央社这个 做这个报道 要好好在努力 好的确 那不管如何 的确我们看到解放军线的 这个海上的军力 确实越来越大 而且不只是军舰 连他们的海警船 似乎也越造越大了 我们跟大使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讲的是谁呢 其实最近的这个海警船 真的在海域上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包括菲律宾 包括台湾 包括日本 基本上都被它带走 为什么 现在似乎大陆的海警船 开始军舰化了 也带动各国海巡的军备竞赛吗 讲的是谁 这一艘海警船 五九动摇舰 它其实就是退役军舰改造的 简单来说 所以它的火力是很强大的 帮忙做什么呢 执行灰射地带任务 譬如说我们讲的 像是在南海这个区块 那这个大吨位 它有优势的 而且它具有远洋的能力 基本上 它现在不只是在第一岛链 外船它还想向第二岛链的扩张 做准备 而且它可能不只是海警上 它现在有机会扮演 是第二海军的角色吗 帮忙执行的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敏感的任务 大使你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海警船 基本上现在它在大陆配这件 很基本了 那确实它在这个地缘政治上 也有它的影响力吗 没错 因为现在大家 就是刚刚节目一开始 你所提到 现在西太平 变成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来来往往非常热闹 好像是马戏团一样 但是因此在大陆方面 不能说这个西太平 有任何风吹草动 从不用军舰去 从山东舰去 不能每天那样搞 它用以井带军 这个海警船 稍微简单描述它的背景 早年我想各位看 在地图上 中国大陆 它的海岸线 从北到南 非常长的 刚好是在西太平 第一岛链就在旁边 在今天加上南海的 那么大的范围 它的海上的防卫 是非常重要 早期大陆的海上防卫 是靠什么 农业部 剃好像是笑话一样 其实有它的背景 在这个21世纪之初 它的农业部 有一个渔政局 护渔 保护的渔政局的 那个所谓的护渔船队 在西太平 在西太平 做护渔的一个执法的 一个船队 可是从2010年前后开始了 跟日本开始 所以今天大陆成立 中国海警局的扩大 船队的扩充 武器的精良 实在是被日本所逼的了 因为当初日本 是中国在海岸线上 防卫的第一目标 日本是因为保调事情 所以在2010年那时候 发生一个事 就是一个照片 中国的一艘渔船 也就是蛮中型的渔船 和被日本海上防 保安厅的船子过去 两面加工 那个照片传到 中国大陆内部了 引起很大的民族主义等情绪 我们可不可以让日本这样 假的我们 所以此 2013年开始 刚刚就通过了 所谓的要成立中国海警局 就要重大他们的海警局 对对 然后可是不是光成立这个单位 而且把过去 它在国务院 也通过一个职务的变革 把过去几个单位 像什么 中国海间 就是海上的间里的间 还有刚刚提到了 余政局 还有公安边防 跟余政局 还有海关总署的气势局 这几个单位 全部归纳到中国海警局里面去 然后这个归谁领导呢 军委会 军委会领导 就升级了 对 升级了 就是它把过去的一些 你说过去传统上一些 基本的护鱼船子 咱们有些基本武器 像升波驱散器 或者是水炮 或者是什么机枪 箭炮等等 慢慢地淘汰掉 那么开始 它为了充实 中国海警局的一些 相关的建制 它刚好把中国大陆 有些要淘汰的一些 过去的老建制 慢慢地就移给 这个海警局来用 中国最近的海军造成能力 各位知道 这几天来快速地增强 快速增强 所以因此 造成海警舰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好了 谈一个数据 今天中国海警局 它的建制 你刚刚提到这个5901 它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海警 它的排水量是12000吨 各位看这个弦号 5905201 第二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就是它的吃水量的数字 9就是9000吨 2000吨 和这个590 还有290 390 这三艘大概是目前大陆 这三艘是所谓 如意三艘的排水量最大的军舰 然后它总顿数 现在150艘左右了 然后总顿数大概20万吨 超过了今天美国的Costco 美国Costco 韩防卫队才有19万吨 所以现在中国已经变成全世界 规模最庞大 战力最强的中国海警舰队 是 好 的确 所以看得出来 现在大家的海上实力都不容小觑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了 稍后来带大家来掌握一下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 它的舰值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马上回来 刚刚提到的是美国的这个 美军的主力的伯克级驱逐舰 刚刚说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中共的这个升级版055万吨大驱出现 升级版改良型的叫055B 好 这个战力带观众朋友来了解 是腾讯网的报导说 共军建造中的第二批次055型的飞弹驱逐舰 就是B型道 这个它的构型呢 已经和前面八艘不同了 而且盾位超过一万 达到了一万五千段 上面有飞弹的垂直发射井 数量也增加到了一百二十八具 口径也扩大了 足以发射 红旗二六 红旗二九 两款中远端大型反飞弹武器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红旗二六跟二九 未来真的都配备到了055B上面 能为它带来多大的拦截力的提升 055B会成为名副其实 大家叫它做凶华神盾 有可能吗 林老师怎么看 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 这动物5B这一则大型的一个 基本上它已经不算是驱逐舰的 美国海军是把它认为 是一个巡洋舰的这样子一个等级 那我们可以去看到 它比过去的一个动物5的话 相比来说它的盾位更大 那同样的 它的一个飞弹发射井也比较多 所以也代表它的口径 同时口径扩大的话 也代表说它可以去搭载 更新射程更远更强力的一些飞弹 那这里的话 目前的一个资料是看说是 红旗26跟红旗29 那这里的话顺便跟大家讨论一下 红旗26跟29 能不能变成中华神盾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但我要先讲这两款的一个飞弹 红旗26的话 相对于美军 它类似在这个标准三型 这一种的一个 这一种飞弹 那红旗29呢 它是类似 类似美国的爱国者三型 这样子的一个防空飞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主要是在除了防空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反飞弹的一个技术 就是拦截对方发射的飞弹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 过去美军说 哇我不管是要做什么 一个飞弹防御网啊 或者是这个TND或者THAAD啦 最主要就是希望去拦截 中国发射的东风飞弹 OK所以还有什么爱国者啦 或者是海上的标准啦 各种啦 等等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其实 可是这一边感觉到 好像这个毛是在中国 那中国的盾呢 今天对中国来说 我除了可以去发射飞弹攻击美军之外 那美军是不是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武器 来攻击我的船舰 那在攻击的过程中间 我是不是也要有这个神盾的系统 那神盾除了我的雷达可以去找到对方之外 就是要靠我的拦截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拦截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 红旗26跟红旗29 那没有错 红旗26跟红旗29 过去为什么不能搭上去 其实就是主要是船舰的一个设计 还有它的一个盾位 如果它没有办法去搭载这种比较大型的一个中程的反飞弹的一个飞弹的话 那自然也没有办法去发挥效果 那未来来看的话 如果它可以去配备上去 但是这里我个人会认为 还是要去看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试射或者是它的一个反应的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只看到它有一个改良的一些相关的图片出来 可是日后的话真正能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神盾 那第一个就是先 除了你的盾建立起来之外 你也要看美国的毛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其实今天这一个毛与盾的一个竞赛的话 其实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 好 055万盾的这个巡洋舰 好 055B 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因为它的盾位提升了 所以它可以放这种中远程比较大型的飞弹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哪一些优势 张静老师 我想首先我可能要沉浸一下 中华神盾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 在东吴2C的妖怪洞跟妖怪药当初造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名称 只是就是说当然这个船是越造越好 相关的雷达系统也是越来越好 那增加这个盾位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本钱 但它同样也是负担 它也会影响到就是说它的运用 以及它能够吃水能够去到达的海域 那这个有很多人认为说 那我这样盾位大的话 我有更多的发射井啊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我火力不就更强了 我觉得这个观念大家要调整一下 所谓火力是单位时间之内能够有效接战的战力 它的瓶颈不是发射井的多广 而是你同时你的战斗系统能够指挥管制的数量 也就是说你很可能可以打出去十发 但是你只能管制跟导引六发 所以你的火力是指那个六发而不是那个十 那但是连你这个寒信点兵多多益散 你有更大的空间 这个就是可以容纳更多的这个除弹量 那确实也是个本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就是说大家知道海上之中不光是有兵器 而是你能够啊 就是说就跟宝剑一样 你有一把宝剑 你还要有剑法去跟它配套 那样子才能够发挥它真正的战力 所以这一点的观念我觉得还是 就是说武器啊 唯武器论啊 事实上是中国大陆在建军之中 一再再三强调 一再警告 千万不要走向唯武器论的迷思 就是这个原因 是好 055B升级委员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部分 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说 它面对美国的步步禁闭 那它当然会在它的建军备战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海军的这个军事装备里头 做各式各样的提升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一次的提升 就是把飞弹发射口增加了 那么对于这个提升后的这个 这个驱逐件 它当然未来就具有更大的杀伤力跟威胁力 好 另外除了这个杀伤力跟威胁力 整个盾位提升之外 我们也看到它的电力的装备部分 055B的部分 它这一次可能会配备 大家了解就是这个中压直流全电的推进 好 为了要搭载实验性的155口径电磁轨道炮 还有雷射武器来提供稳定的电力 那事实上呢 美国海军曾经发展过了电磁轨道炮了 2021年当时主要有碰到一些问题 包括它的研发经费太高 所以呢 是要决定暂时停止发展 结果我们现在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军工产业 它过去都是小步快跑 这一次挑战了美国当初开发失败的 当年的这个实验性的武器 这一次就能够不会重蹈美国的失败经验 而从中能获得全新的改装吗 孙老师 我想目前看起来它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突破 那我先简单的讲一下 什么叫做电磁轨道炮 就是我们所谓的磁轨炮 那么它的这个原理是这样 就当你通过了一个很巨大的电流 通常超过这个百万安培以上的电流 然后你就会产生磁场 那磁场之后当然就会有磁力 借由这个磁力来作为推力 然后把物体加速推射出去 就有点像什么 就有点像现在我们看到的磁浮列车的道理 那所以这个电磁轨道炮 就是运用这样的道理来进行这个运作的 那电磁轨道炮的优点在哪里呢 因为它跟传统的这个枪械不一样 跟这个传统的火炮不一样 它不需要炸药 它也不用推进剂 它就是完全靠磁力把它推送出去的 而且传统的这些枪械 你在这个推射出这个枪口的粗速 就最粗的这个速度 通常没有办法超过每秒2000公尺 就传统的枪械是做不到的 但是磁轨炮可以很轻易地 就做到每秒3000公尺 那么美国在2017年的时候得到了突破 但是它当时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当时面对在磁轨炮推射的过程当中 这个炮管磨损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它变成这个每一分钟 它最多射六发 然后它就要冷却那个炮管 就有点像我们那个中古时代发火炮 就射完就要等一等 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够射 它不能够连续地发射 那在2017年的时候 美国就希望把它这个提升到 这个每一分钟射到十发 每一分钟射到十发 但是最后呢还是放弃了 放弃的原因就是刚才这个思敏提到的 因为研发金费实在太高了 所以他们最后就想算了 就是把它放到一边了 那接着其他的国家有持续地在做研究 所以在去年就是2023年底 两个国家都取得了突破 一个是日本的防卫省 日本防卫省宣称说 他们也突破了这个磁轨炮 一些相关的这个关键问题 所以磁轨炮已经可以来进行部署的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靠了 中国海军工程大学的一个团队 就持续地在研究这件事情 所以在2023年底的时候 他们成功地试射成功了 那他们试射这个磁轨炮 可以做到什么呢 它可以连续射120发 就不像我刚才讲的 你看2017年的时候 美国一分钟就射六发 能够射到10发就很偷笑的 那射完之后就要等一等 要休息一下 可是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团队 已经可以做到 一开始就连续射120发 它的这个初速 就是射出去的这个最初的速度 可以达到 至少可以达到 每秒2000公尺以上 就代表它的射程 可以有100到200公里的距离 那我要讲的这个电池的轨道炮 这个所谓的磁轨炮的优点在哪里 它的第一个最大的优点 是因为大家知道 你通过的电量多少 就决定你产生多大的磁场 就决定你产生多大的推力 所以你只要控制这个电量 你就可以控制射程 就跟我们传统的火炮不一样 火炮你要调整那个药包 你要调整很多东西 你才能够确定这个射程的改变 可是它不需要 它只要调整 我的电力输入到底是多少 我就可以产生多少推力 第二个特点是 它不需要氧气去燃烧 所以它可以打到外太空去 就是它如果射得够远 它可以打到外太空去 它可以 未来的战争如果延伸到外太空的时候 磁轨炮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因为它完全不需要氧气的燃烧 它就可以射出去 它是靠磁力推送出去 现在就有那个战机可以带那个反卫星飞弹 这个不是问题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说 它的特点现在可以用在哪里 它可以用在这个舰艇的防空拦截系统 所以它可以击落对方的战机 它可以击落对方的这个超音速的反舰飞弹 它甚至可以拦截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 它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现在看起来 如果2023年底 我看到的这个相关的资料 这个中国海军工程大学这个团队 真的已经突破了这个限制的话 那么当然你说接下来 它要再进一步的让这个磁轨炮 能够正式的部署到这个船舰上 或者是正式的能够投入战争当中 其实是可以期待的 射程还有这个速度都提升了 张静老师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就针对这个电子轨道炮的部分 刚才讲到说可以到太空 您怎么看 其实有一句话 这个武林绝学微快不破 这个电子炮就是因为 它可以把一些弹丸 用很快的速度打出去 所以弹丸的设计 你甚至把昨天吃剩的 剩菜的哨水把它压缩 然后打出去 都可以形成很强烈的打击力 这实在化 这就是说你不必专门去准备 发展它的弹丸 你只要有相关的质量 有质量加上速度 就可以利用这个撞击 这个然后来击落 所以在这个奇迹之下 它确实是很诱人 但是问题是 你在处理电的时候 你电会提升 然后你对于你原来提供的电机而言 你如何与逆向的 就是说突然的升波 你如何去处理 这都是技术上的挑战 但不是不能突破 但是这个就是从美国会讲说 因为它这个东西会过热 因为它这个东西会磨损 其实那就表示它是在 它是在小联盟 大联盟的东西 它那个东西是词服 是根本就不接触的 而且根本就没什么口径的 它是一个在词轨上的东西 像你现在还要有一个口径 那就是小联盟 那个还没到另外一个技术的档次来 好 谢谢 谢谢张静老师的补传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两岸大事国际政筋军事脉动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一开始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陈立伟 孙大千委员 大家好 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静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弹大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令友老师 思敏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刚刚紧把目光聚焦 在这一场环太平洋的军演 7月9号这一天进行的是第二阶段 好 现在正式的来到了第二阶段的海上操演了 这一次的军演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 他是以卡尔文森号的航空母舰为首的 旁边我们来看到40艘的军舰都陆续的驶出了珍珠港 好 这当中我们也要特别来关注到的 就是扮演卡尔文森号带刀护卫的是 美军的这一个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 这个叫做费兹杰罗号 好 费兹杰罗号的全长 大家观众朋友稍微了解 达到了154公尺 配备的是神盾系统 还有它有90具的Mark 41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射程长达1600公里的战斧巡翼飞弹 这一艘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 刚刚提到的费兹杰罗号 是卡尔文森号航母的带刀护卫 又是海军数量目前最多的一个主力军舰 看得出它的重要性 美军为什么这么信赖它 而我们要来对比的就是中共的近年来 大量建造了这些055万顿大区 伯克级来做相比它的战力的部分优势 到底是什么 请张静老师带我们来看 伯克级飞弹驱逐舰经过多年的任务的验证 充分证明它能够满足任务的多样性 执行作业的稳定性 达成任务的可和好性 我们经常讲说这些驱逐舰在整个舰队之中 就跟任劳任怨家里的长工一样 耕田的那个马叫Walk Horse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把动物跟伯克级两个来比 我觉得其实有点奇怪 因为海战不是擂台战 不是那个拳击赛 什么同样的量级 然后一对一在那边配比 我们通常每一个军舰都有很多的任务职能 它最能够满足所有给它的任务职能 要它演主角 它就演好主角 要它演配角 它就能够演好配角 这个是最成功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伯克级确实是如此 那动物虽然按照它的装备的性能 目前来讲充满了各种的潜能 但是我认为它仍然还有待验证 所以我看就是这个基本上来讲说 这个大家的体认这个认识 说是伯克级到目前还有战力优势 确实是有它的道理存在 好 刚刚提到055等一下稍后晚节目 我们也会特别来聊聊这个055后来又升级 有055B亮点有什么 等一下继续关注 这一次的军演持续来看到亮点 是它沉集了这个4万顿级的塔拉瓦号 这个是两栖攻击舰 还有就是美军海军 熟度的曝光了射程这个非常长 超过了我们来看到的是 400公里的空射型的标准 6型防空飞弹 好 这款飞弹可以透过F35引擎战机 来进行导引 瞄准目标 然后再由生存性比较差的这个 FA-18EF超级大黄蜂 从安全距离来发射飞弹 F35来做引导 透过大黄蜂发射400公里的防空飞弹 这个战术上面 让美军未来在空中 面对解放军的时候 可以取得什么样的优势 请林老师来带我看 有没有优势 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讨论 但首先的话 我想先讨论一下 我们先讲这所谓的 标准6型防空飞弹 就是RIM-174 这一款的防空飞弹 它基本上其实就美国来说 也是这一次很多的媒体 哇 都有注意到 好像这个全新的武器出来了 可是事实上 它今天我们看到 它是所谓的空射版 所以其实它现在是有 陆 海 空 这个各种不同的载台 可以希望把它 统密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武器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另外一点要去看的就是说 OK 好 今天的话美国所提出来的 就是所谓我们讲的A色B岛 今天的话F35在前面 哇 还有逆中的效果 所以可以飞得很前面 然后后方呢 可以由F18 它这一个大黄蜂 它发射一个相对于射程很长的飞弹 然后交由F35来去做一个导引 理论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战术 但是这样的一个战术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新闻 也不是一个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战术战法 因为各国也知道你会用这一招 所以其实现在各国的话 就我直接讲 就是对中国来说 它会怎么样做反制 第一个反制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动物武 还有其实解放军有非常多的 想尽各式办法的希望在防空这一圈 是不是我可以去发现F35 如果我先击落F35 是不是它后面的这一个发射的飞弹 就没有用了 这是一个办法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好 那我们就来看 如果真的这一枚飞弹 它突穿的话 它可以去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打击效果 因为其实今天的这一个 标准六型防空飞弹 因为我们注意它是防空 所以其实基本上 它如果在空战上面 去做一个远距的一个发射飞弹 去做视距外的导引 攻击别人的舰载机 OK 这可能有它的效果存在 但是它也是号称说 可以去进行反舰 去打船 就像这一次在攻击这一个塔瓦拉玛 比如说你是从空中发射飞弹 去攻击这艘船 但是它的攻击船 就发现一个问题 它那个弹头的载弹量 可能不太够 它这里的话只有64公斤 所以会变成说 它的一个破坏力这一点 或许是会有一点问题的 不够足够 所以其实就是它不够足够 所以说其实今天 对于这一个解放军来说的话 或许今天在空中 在空对空的战斗上面 就是对付解放军 或许这个方式是有用的 但是在另外来说 你说要进行这个反舰飞弹 或者是甚至如果有更多的 一些延伸的打击 一些应用的话 是不是还有发挥 这么大的一个效果 这一点我个人是保持一个 存疑的态度 那当然如果再回归到 这个空中上面的话 就像刚才这个张静老师所说的 现在不是打擂台 我们现在在空中作战 也不是one by one 这个dogfight什么 等等这样的作战 而是一个系统对系统 它不是一个擂台赛 而是一个两个交响乐队 各自的一个比拼 所以其实你是不是 能够去取得一个绝对优势 这一点我觉得是 打上一个问号 好我们是系统对系统的 来作战 美中之间都是 这场军演第二阶段来看到 是系统性的这个 山东舰出来 这个动作不断 好山东舰这一次率领的是 055型的飞弹驱逐舰 画面上我们看到 型号不特别念出来 还包括了052D型的驱逐舰 还有054A型的护卫舰编队 都是在7月6号这一天 首次的呢 在第一天的时候呢 就穿越了巴士海峡 然后两次进出西太平洋 接着北上7月9号 在宫古海峡演练了 舰载机的起降的操演 这一次环太平洋正式操演之前 我们看到山东编队频繁地出现在第一岛链 刚刚提到几个海峡 巴士跟宫古海峡在这边来进行全面性的操演 解放军用这种方式要来告诉美军说 我们在第一岛链已经坐稳了 是在示威嘛 大千委员怎么解读 对 就你说北京政府想要校正示威 可能稍微严重了一点 但是适度地展现一下肌肉 我相信这是北京政府的其中一个目的 因为你环太平洋军演的目标 锁定得很清楚 虽然美军他当时在环太平洋军演前 所做的一些发言 他并没有明讲是中国大陆 但是大家看得懂的人都知道 环太平洋军演的真正的对手就是中国大陆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三冬号他本来就要进行一些例行操演 在这个时刻顺便展现一下肌肉 对中国大陆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特别是因为 你看到三冬号在这个操演的路径过程当中 他走了巴士海峡 他到了宫古海峡 其实那两个地方都是 如果台海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这个水道 那么特别是在这段期间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张 那么菲律宾不断的挑衅声势 那么如果能够借这个机会 某种程度除了展现实力 给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些相关国家看之外 也一并让这个菲律宾有一些震慑的效果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类似这样的这种海上操演 以后会经常的发生 频繁的来进行 因为毕竟台海的情势 现在那个战云密布的态势 并没有任何的改善 那么中国大陆 它的这个航空母舰要做这个反介入 要做区域介质 其实目的也是在台海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 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所以不管是山东舰 不管是福建号 或者是我们看到辽宁号 类似的这样的操演 我相信未来会不断地在这个进行操演 好 同样一个问题 请教这个张静老师 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蓝水海军的战力 现在整个第一岛链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山东舰 频繁地出现在这边 它带了旁边一系列 刚刚念到非常多的这些型号的 护卫舰 驱逐舰等等 你有怎么看 我想就是说很多人经常讲 说这第一岛链会形成地域的伤害 但是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任何人去宣布 说是要封锁中国大陆的 解放军海军进出活动 但是在无形的战争中 这个就是电站的接收 电子的对抗 以及情报的接收 老早就已经开打 7月6号那天之所以来来回进出 其实是就是这个 中国大陆的海军编队 他在刺探就是去在试验 就是美国设置在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前段时间跟美国 在那边一起演习 美国就在那边设立了相关的监听站 所以他到了那边感觉到 以往没有这个有飞机在那边 从这个加首纳基地起飞 然后再那个另外一端等他 那他觉得这个事迹败露 立刻回头 结果美国飞机 美军军机一回去 他半夜粘不敲 把所有的雷达全部关掉 高速就立刻打散 他边编队穿过了这个 这个巴斯海峡跟巴林塔海峡 第二天啊 这个搞得美国跟菲律宾到处在找他们 然后他们重新在编队 就在这些过招的动作之中 其实呢就是 故意就是展现给你看 也让你知道 我看得到你 我也知道你在看我 所以都大家相照不宣 心照不宣 所以这个样子啊 就是说 这个大家要知道 很多的电子作战跟情报作战 是打在真正开火之前 这些呢也都有他 震贺跟威责的意味存在 那颖佑老师又怎么看 三东建出现在宫谷跟巴士这边 我会觉得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在去试验整个一个舰队的 一个编队的一个作用 所以你说今天的解放军的一个航空母舰 它是不是就是说 可以去达成一个战备 那今天其实要看的 不会是只有航空母舰上面的舰载机 或者是说他的这一艘船 因为他送你是整个编队的效果 那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现在对解放军来说的话 他会需要去演练的 其实除了我们想说一些比较 细部的飞行员啦 或者是超舰技术啦 另外一个就是编队的一个能力 因为其实像刚才 张静老师也就提到了 你的船的一个编队 要打散集结 高处行驶等等这一些 其实会需要的 这不是在陆地或近海 近岸 可以去超演到的 这特别是今天你碰到的 就是每个 就是睁大眼睛 或者放大耳朵 正想要去完全去接收 你的电子讯号的 其他的国家的一些 部队的时候 那你要去如何去做到 这一个避开对方的 一个反追踪 或者是甚至有时候 故意去放出一些 假讯息出来 这一个去混淆对方的判断 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些 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过招 那当然这些的一个过招 或许没有像RIMPAC一样 哇一艘这个档期登陆舰 被打沉啦 会被攻击啦 这种声光效果来的好看 但事实上 在任何的开战之前 电磁电波 或者是我们讲的 这个电子的情间针 它才是真正的一个 战略的一个制高点 持续来关心的是 海面上的现在部署 整个美国的航母 罗斯福号现在在亚洲参加一连串的军演之后 现在终于是前往中东来进行 接替的是艾森豪号 要来执行任务 再加上雷根号结束住房日本 商业内幕六日的报道说 华盛顿号抵达日本住房之前 将会使得美国的海军 在西太平洋地区 现在可以看起来是 战无航母存在的 好即使我们只要有11艘航母 也可以解读说是分身乏术 让印太地区现在呈现一个空窗吗 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委员怎么看 航空母舰第一个有它的母港 就住在地的母港 罗斯福号 它本来是在参加美日韩 所谓自由之刃的演习之后 它就通过的南海 然后到了这个马六甲海峡 接着到这个中东地区 要取代艾森豪号 艾森豪号一直被谣传说 被福塞武装组织用飞弹攻击到了 有一些损伤 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实证 政府时都有认了损伤 但是艾森豪号航空母舰导师浪费了很多导弹 去打一支不知道哪里来的 福塞组织的飞弹 所以这个已经变成全世界 老师很喜欢讲查以犯弄的笑话 你那每一颗导弹都那么贵 你打了好像三四百颗导弹 那结果战绩如何 换句话说 这种太庞大太有力的武器 有时候也是有英雄无用武之地 那现在他要离开中东战区 回去休整 因为在他们待也蛮久了 所以罗斯福替代他的工作 更有趣的是在哪里 本来罗斯福替号在美日韩军演算是有在太平洋存在 一个军事存在 可是雷根号却在今年的5月16号 就启程要回到美国去了 这个早在去年就议定雷根号回去 然后由乔治华盛顿号要来接手住在日本的 恒须贺港 就5月16号雷根号走了 到今天已经7月份了 华盛顿号还没启程 所以这中间就产生了商业内幕所讲的 西太平洋地区目前没有美国的航空母舰 因为东太平洋有了 因为在圣地牙科还有几艘了 所以变成说西太平洋地区都没有航空母舰存在 如果老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有空窗旗 那表示美国在这里的军事存在是非常脆弱的 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在干什么 有一大堆都还在修整 维修 其他的又使用过度像艾森豪号 航空母舰是需要高度补给的一种船舰 第一个他人员多 所以他的油料也耗得多 然后他又远程作战 所以经常在海外的时候 如果有些什么状况都要等到一定时间 才能够回到母港去修理 所以对于美国的航空母舰 事实上会经常出现这种空窗旗 只不过这次空窗旗出现在西太平洋 那西太平洋地区又被认为 美国航空母舰是用来威吓中国大陆的船舰 离开西太平洋最有力的一个工具 看样子大陆的航空母舰一艘一艘来成军 美国的航空母舰相对的好不容易来个一艘都不一定来得了 这个情况对美国的军力在西太平洋 如刚才先进讲的就是说是在衰退当中 如果陆续衰退下去的话 盟军就会动摇对美国的信心 就不可能适次听美国的话 爱班尼斯澳洲总理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用闽南人说我看你没有 所以我干嘛要跟着你走 到时候这个摔在地上比青年总的我才不跟 基本上这种态势就会发生 如果下一任的这个日本首相 因为为什么讲下一任 现在日本正准备换人 日本换首相比这个韩国换总统来的容易多了 其他人又要要意识 如果支持度这么低迷的岸田文雄被换掉的话 换上来会不会试试听美国的呢 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要不要配合美国 看到美国的武力动不动就跳空窗旗 他不敢冒这个险 好西太平洋如果常常空缺空下来的话 都没有航母委员特别提到 就代表美国可以看到海军上面的脆弱 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中国大陆确实 这几年不断的召舰等等 那现在还包括了航空母舰已经有三艘了 舰艇下水脚一般的造得非常的快 美军是否会感到威胁 汤老师 是的 这里面有几个观察点 第一个就是在过去十年 也就是从2012年开始 大概十多年的这段时间当中 这个三艘 一个是辽宁号 一个是山东号 一个是福建号 这三艘航母就慢慢慢慢开始成型了 现在福建号已经开始下水了 这2022年就开始下水了 那这里面包括 比如说这几艘都还是常规动力的 那可是下一艘 那这个当然还要过几年了 下一艘就变成核子动力了 这里头这个差别就很大很大 等于说是又跳了一起 而且这几艘 前面的两艘 这个就是 这个辽宁号跟这个山东号 它还是滑板式的 就是它那个 那个跑道 它是要往上翘的 那可是第三艘 它已经变电池了 电池残射了 电池残射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技术 一直不弹地在改进当中 那再一点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只是守护到 这个家门口 从朝鲜那边开始 一直到东海 到台海 到南海 就这一块 它把它守住 是它最重要的这个目的 那你看看美国 远渡重洋 而且呢 它就算它11艘 它大概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服役的大概就是三分之一 那另外的整补的 另外还有一个维修的 那另外等于说三分之二的 都是在 在这个厂里面维修 不能动的 能动的大概就是四艘到五艘 那所以呢 他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这里头又分成一个 什么状况呢 是天下大乱 还是天下太平 如果你天下大乱的话 现在就是天下大乱 这个中东那边 你也要照顾 那你这个俄乌那边 你也要照顾 那这边朝鲜也要照顾 南海也要照顾 这个美国要照顾的地方 太多了 那所以说呢 就是因为你天下大乱 那所以这个 你的军力就分散了 那反过来 如果是另一个极端 如果说这些事情 全部摆平了 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你就可以把 你的重心 你的重点 全部放在 对付中国这个上面 那所以可是 现在的情况 完全不是这样 那所以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说美国看到 现在中方 除了这个航母以外呢 还有这个潜舰 他也是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的 向前迈进 那你说他看了 心里会不会紧张 那当然紧张嘛 所以说他才要小院高强嘛 就把什么韩国 日本啊 澳洲啊 什么的这些 全部都拉过来 然后再跟北约挂钩 这样子的话 形成一个这个 从大西洋 一直到太平洋的 这个一个围堵圈 可是你这个围堵圈很好啊 来啊 到时候真的 如果说出什么事 这些国家真的会 跟美国一到 或者说听从 美国的指挥吗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是 你现在可能说 我们跟美国很好 可是到时候 真的如果出状况了 每个国家 都会每个国家的 自己的优先考量 是不是到那个时候 真的 他们这些国家 会有 怎么样的这个投入 现在这个根本就是 一个大问号 那你说好了 那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那到底谁 美国有没有占到上风 我觉得很难说 尤其我刚刚所提到的 中方是在家门口 我后勤的补给啊 我各方面的 这种对这些船舰的 这种资源啊 我可以源源不断啊 那可是你们 美国呢 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我觉得这里头 就牵涉到 这个美方 他可能心里面啊 就非常非常的犯低谷了 是好 在第一岛链上 美方拉了许多的盟国 一起来 针对中国大陆来做 克制 那我们也另外一方面 看到的是海上之后 还有在空中的部分 我们来关心的是 无人机 是来自于南华 早报的报导 说呢 解放军 9216部队 这个工程师 叫做陈慧杰 他领导的团队 在6月5号这天发布了一个研究显示说呢 他们有能力只靠无人机 就可以对岛屿实施 并且维持封锁 而在美国最新的地域场景 景象的护台战略中 无人机群就是要绞了 好 相较于美国的部分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在无人机的部分 有数量上面的优势 还有成本上面的优势 这个军用的无人机的生产上面 确实是比较便宜 再来就是刚刚老师也特别讲到 唐老师讲到这个第一岛链 确实具有优势 而大陆是否占尽了 这些方面的优势 将军怎么看 对 我认为中国大陆在 无人机这一方面的市场 跟未来的战场运用 及战场角色 在这方面它占了优势 我们可以从6点来分析 第一个无人机 无人机它是越来越便宜 那以前出来的时候 无人机很贵 其实最早研发台湾 在台湾无人机的时候 40多人以前台湾就有无人机了 但是台湾停滞 停滞不前 停滞 中科院那时候已经出来了 整个都停滞 停滞之后一直延宕 那中国大陆的 它的后期就极其之追 超越 那我们一直在停滞 就变成这个状况 价格越来越便宜了 那价格呢 价格越来越便宜 将来就是一个战场的状态 因为打仗的时候 国防预算毕竟是有限的 这样的量会越来越大 第二个无人机它没有风险 你战场上是有人伤亡的 这无人机是没有人伤亡 所以它将来无人机在战场上 扮演的角色是会越来越重要 也越来越关键 第三个无人机它有战场优势 为什么 它是三度空间 打二度打平面 打地上 甚至打海上 二度空间 我这三度空间看的 二度空间非常的清楚 可是它有这个优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腾哥腾哥没用 因为腾哥只会在地上跑 无人机的话可以高可低 可左可右 很灵活的很 在这一方面 所以它有这方面的优势 要打无人机还不容易 要怎么一直打它 拿飞弹器打它就贵了 自己亏 那你不拿飞弹器打它 它在上面造成危险 没有办法 所以在乌克兰战争 双方都用了数以万架的 乌克兰跟俄罗斯都用了万架的 这无人机 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是主角了 这是无可辩论的 第三个 现在中国大陆的军转民 民转军都可以通用 那你现在的 中国大陆在大疆无人机 在全世界上 实战的全新掉到90% 现在掉到70%多 市值战率那么高 好 那我现在要民转军 那民转军 那就是把上面装个武器 挂个弹 都可以 最近中国 就可以了 直接民转军 没有说 今天这个车子 要想要军用 这个民车的车子 要再炸弹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这是很简单 第四个优势 所有地方 只要平原高山 只要是一块地方 它都可以放无人机 都可以把无人机放飞 大型无人机是要跑道 小型无人机是不用跑道的 那中国大陆在这地方 它有地缘优势 我到处都可以放飞 那美国在这方面 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它在第一岛里 就岛屿上可以放飞 海上放飞 在船上就不方便 所以它有第四大 第五大优势 中国大陆制造的速度蛮快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已经3D列印了 有些零组件 3D列印就可以了 第二个 它模组化 直接组装就好了 不用在那边 结来绕来绕地 焊来焊去 那是以前 以前的工法 现在不用直接模组几个的 几个套件就可以了 这是控制的模组 这是飞行的模组 这是我们讲的 感应器的模组 通通用起来 就是无人机 就好像我们现在 从超市里买个东西 你就会自己组装 你看说明书 你就会组装 这就是模组化 又是3D列印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将来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产能过剩 中国大陆无人机 将来一定产能过剩 那直接转用 军用市场就好了 所以我们看 这个中国大陆在无人机 这个在市场上 在未来的战场上 可能都具有 这方面的优势了 是 好 谢谢张军的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后来 好 接近我们来关心 美中争霸 海上的霸权地位 包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双方比船舰 也致力在造船 最近我们来看到进度 美国的众议院 这位是美中战略 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他叫做穆勒纳尔 他近日呢 在国会的听证会议上面说 中国大陆每年的造船数量 达到了美国的540倍 那美国的另外一位 同场的 我们看到是 制造业的联盟主席 他是保罗 他说 中国大陆的造舰的潜在产能 是美国的232倍 整体来说 目前中国大陆在造船全球占比 从1999年 当时大约只有5% 已经大幅的飞升至目前的54% 五角大厦的最新中国大 中国的军事报告也指出 截至到2022年 中国大陆已经拥有 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 好 这当中包括超过370艘的水面舰 还有潜艇 反观 美国在1970年 当时曾经经历过一个造船业的繁荣 反景 但是我们看到 每年仍然只生 当时每年只生产了 一年是15到25艘新船 1980年 当时造船业取消补贴 至今产能仍然只占全球大约占比 百分之零点一 而且呢 近期美国CSIS也特别示警说 中国大陆建立的造船帝国造船的威胁 加上还寄出了先前的这个301条款 针对大陆的海运物流船业进行调查 如何看美国这一系列制裁 可能减缓中国造船发展的脚步吗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中国大陆的造船还可以突飞猛进 造船可以代表海上实力吗 建长怎么看 造船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海上实力 我举个例子 像现在去年中国大陆造了这么多的船 军舰只占它的大概1%的吨位 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打仗的话 它把这个10%的力量转过来造军舰 它就是去年造的10倍的军舰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国家的战斗力 当然是一个国家战斗力 但是我在讲 中国大陆为什么造船会这么好 我刚才三个有讲 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政策系的国家 它政策政府不支持不推动 你民间你很难靠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的税可能比较重 它有很多种补贴可能也没有这么多 所以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大概都是靠政府的一个战略远过 它看了很久很远 然后这样的推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政府如果不推动 基本上你很难做到今天这个规模 第二个中国在所有的制造业 你到今天看就知道 它为什么都会赢过世界这么多国家 因为它的供应链太完整了 毫不就是你造个船 你要有钢啊 铝啊 这些宫管啊 所有的机器啊 它几乎全有 那我查了一下资料 就是说现在所有各国的造船 我们家不管说先进一下落后 造船它大概能够 所有这些东西 国家自己内部的自制率 大概有多少 没有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 中国大陆大概八十 韩国大概百分之六十七十 美国大概百分之五十 中国是一个最完整的地方 至于你说它为什么能够 这个打遍天下 最简单就是CP值 全世界 一看就是它就是最便宜嘛 它就是发展到今天 因为它的竞争多 然后内需又多 所以它就一路这样子过来了 至于你说它会不会说 美国的这些东西 会减缓它的这个造船呢 如果要减缓 一定要把它的那个叫做什么 订单抽走 你知道就是没有订单就减缓了嘛 有订单的话那就很难 去年它的造船 是百分之五十四全世界 就是它一个国家造了五十四 对不对 全世界加起来只有四十六 它抵得过全世界所有的造船 这是造的结果 它去年的订单多少 百分之六十六 意思说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拿不走它的订单 你怎么可能减缓 你给它别的东西都没有用 你能够限制什么 它的CP值就是最高 而且造船这些 像美国我举个例子 美国想不想回去 它回去也回不去 为什么 造船多辛苦啊 你到那里去盯着那个钢板 电焊蹲在那里 你什么事都不要做 你明天蹲八个小时看看 你根本蹲不下来 美国人 我可以到麦当劳去做一个 有冷气的 还在那里做 我宁可不要赚这么多钱 但是那个环境好 造船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制造业 你一旦抛掉了 想要重建 那不是三十年五十年 还要到整个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之下 鼓励啦 什么什么的 可能三四十年之后 你才能够站稳 好 造船速度确实现在美国已经完全比不上 那请教卓老师您如何看 这个海上霸权的地位 未来美中各自在海上的武器 有什么样子的领先地位 包括美国其实航母现在也很先进 您如何看 好 基本上来讲 因为CSS最近出了一个关于美中海上实力的比较 那它这个比较里头可以发现到说呢 基本上来讲 美国是大型的这个舰艇 它是比较占优势 比如像巡洋舰啦 或者这个驱逐舰啦 这方面美国比较占优势 那小型的舰艇 轻型护卫舰啦 什么巡逻舰啦 这个巡防舰啦 这些大陆比较占优势 基本上这样来分 那所以说像搭小型这些舰艇 因为它造的速度很快 所以大陆是因为它这个庞大的造船实力 所以一下子啪啪啪啪 就一下子数量上就超过这个美国了 那但是美国在大型舰艇上 虽然是具有优势 我刚刚讲的比方像巡洋舰啦 驱逐舰啦 可是它的造船的速度 是比大陆慢了很多 那因为因此这样 大陆在这两种舰艇上的这个实力啊 这个数量也开始追上来了 比如像2017年以后 美国没有任何一艘新的这个驱逐舰下水 但是大陆还不断制造驱逐舰 巡洋舰的情况也是如此 所以说美国基本上在大吨位上 仍然有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已经越来越 就是跟大陆的差距是越来越缩小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潜水艇 美国的这个核子动力潜水艇有66艘 那大陆只有12艘 所以这个也是大 也是美国仍然具有优势的地方 可是这一方面当然大陆 因为它快速的制造能力 它和能的这个发展上 这个这个差距也是在缩小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看这个舰艇数量 就作战的军舰的数量来讲 大陆已经超过美国 大陆是234 美国是219 可是就这个火力来说 美国仍然是超过大陆 可是这个火力 不管你说从吨位数也好 或者它的这个火炮的实力 为什么大的舰艇 对于整个海军的这个火力来说 是有影响 因为你大的舰艇 可以装的武器就多 你大的舰艇就可以跑得远 这是为什么大舰艇 你会占优势的地方 那好 那这种情况的 美国自己的估计就根据这个 CSS的报告自己的说法 他认为说美国这个优势 当然就维持到2027年 2027 很快哦 因为整体来讲 因为大陆的这个造船的数量 不断重上来 它技术也不断地进步 所以说大概 现在还有 美国还有优势 但是到2027年之后 大概美国就会被超越 所以美国现在要做的一个方法 是什么办法呢 就是它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它要通过它的盟友 因为韩国日本都是造船大国 虽然现在已经被大陆超越 但他们本身造船的实力 还是很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美国要重新启动那些 它过去已经被废弃停止的那些船坞 这个大概是第二个它要做的事情 第三个当然是做法上的创新 就特别是在这些小型船艇上 因为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像在这个叶门 美国或英国 他们面对那个无人机攻击的时候 他们也发动 也有深空无人机 也有用飞弹 可是人家这个叶门那边 飞出来的飞弹 一颗可能就是几千块钱 美国这边打出去的 一颗就是几万块钱 那个价格落差很大 这个也会是美国未来海军 跟中国大陆竞争 或者如果真的对垒的时候 它所碰到的一个难题 所以它怎么样用这个增加 它小型船舰的生产量 然后怎么样去增加 所谓无人船舰的生产量 这个大概是美国会下一波 它想要去突破的地方 好 我们除了比拼这个 美中之间的海上作战的这个武器 我们也来看到路上的武器部分 好 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 马里兰州的高能材料科技研究中心 这个总裁 他叫杜兰特 他说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多年来致力研究新型的炸药 还有可仇宰新型高能材料的武器弹药 他说目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是大幅落后的 他也举例当时有一个度很宏敬意识的炸药之王 这一款叫做CL20 他说美国你虽然当时深入研究 但是没有广泛采用 反之我们看到他说大陆和俄罗斯不断的借由这一款再去做探索 相关有什么样新型的应用 所以大家就在看说美国专家认为新型炸药发展上中俄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真的可以这样子来解读吗 建长如何看 俄国发展的怎么样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非常肯定的是中国的是真的是遥遥领先这个全世界 我们先说 不是炸药 炸药 我们先说炸药基本上很良的就是用TNT 大部分是用TNT 现在有一种炸弹叫做温压弹 温压弹大概微离是TNT的五倍 你就知道温压弹 好厉害哦 TNT的大概五倍 中国前一阵子宣布 它就是和成功的组合了一个叫做全弹因离子盐 就是你这个CIR20 这个东西 这是它的化学的这个式子 它是刚刚我说这个TNT的多少倍呢 十至一百倍 为什么是十至一百倍 不是一个数字呢 可能它还蛮神秘的没有真的说出来 但是它介于十到一百倍之间 那你说美国难道做不到吗 美国很久之前就做出了一个 它就是全弹因离子盐 对不对 美国很久以前做了一个全弹阳离子盐 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在合成的过程中间 它加了毒气 有毒的物 然后它在四文字 它很容易挥发 你一挥发之后 我们不要杀敌人 我们自己就先死掉 新生毒气 所以它很危险 那美国 中国宣布说它做出全弹 这个因离子盐 美国同时宣布 它做了一个金属氢 就是氢气 对不对 感觉压缩成原来的一千四百分之一 它变成金属 它的这个爆炸威力是TNT的35倍 很厉害吧 哇 超级人还说它做到 但是四文之下它保存不久 就你感觉压这么小之后 四文可能就发散了 那你要怎么保存它 就是很多东西你是能够做到 但是你没有办法在常温之下 很稳定的存在 结果你的成功也是广然 因为你那个环境 不容许你这样去做 那这就是 我在一直在想 中国为什么在这方面 最近这么厉害 你知道吗 它的化学 那化学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里面 我觉得它是稀土 他们做了很多东西稀土 稀土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功能 不是稀土本身 它有多大的一个什么能量 而是它会变成一种 很敏感的一个触媒 好比说我们原来 放在这个钢铁上面 这个钢铁有这样子的电磁性 好 这样子全弄 如果我混合了一个稀土之后 哇 它磁力可能增加十倍 好比说你原来是一个绿能的板子 正常的太阳能 我只能吸收它35%的太阳能 稀土一弄上去 可以吸收到42% 48% 稀土的功能 完全就是把它原来的那个东西 更大的扩张 那为什么全弹 因离子也能够稳定 我的感觉 就是中国在这些化学的这些理念 它加入了什么东西 能够在斯文之下 它能够稳定地存在 那才有用 否则你不能斯文之下 稳定存在 你发明半天 全都是百搭 好 我们又看到了 稀土的这个关键性 尤其是在这个 刚刚提到的炸药里面 提到炸药 我们也要继续来看到说 现在是来自于英国的智库 在提到了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他们说俄罗斯 现在即使有这个制裁 但是持续的发展是 它的炮弹跟飞弹 而且说产能可以达到 5到15倍 那大家就说 在制裁之下 为什么它还可以做这些东西 那其实呢 就有智库 它也特别点名说 俄罗斯从德国 土耳其 台湾获得了消化纤维素 来制造 可以制造的炸药 那其他 它说中国大陆和其他的国家 也有从这边来拿到 电子零件等等 请教主老师怎么看 接下来俄罗斯 它在弹药上面的一个发展 有这些优势 就能掌握国际话语权吗 当然话语权是另外一件事 话语权涉及到 就是说 它的这些弹药 能不能转化成为 它战场上的成果 它能不能因此而 获得更 得到更多的土地 或者是能够 击毙更多的 这个乌克兰的军事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会使它能够在 这个俄乌 如果未来要进入谈判 它可以取得更大的优势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来看 看一下俄罗斯的弹药 俄罗斯的弹药 大概现在一般就是说 现在一般的说法说 俄罗斯弹药的生产 或者它的取得 是美国跟欧洲 提供给乌克兰的三倍 所以这个其实是 非常显著的优势了 因为三倍的意思就是说 乌军打一发子弹 俄军可以打三发子弹 没错 那这个当然就差距是非常大的 对 那这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 除了朝鲜或者其他国家 可能提供给它的弹药 或者刚才主持人提到 俄国从其他国家得到的一些 中间材去生产的弹药 这个当然是两个很重要的来源 让它能够快速地生产 事实上因为俄罗斯的军火工业 快速地成长 所以俄罗斯去年的经济成长呢 已经不只是由负转正 而且还非常的亮眼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 主要它的一个引擎 成长引擎 是来自它的军火工业 但是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在国际的军火市场上 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敏捷的买家 那事实上最近这个 也有媒体报道就是发现 也有媒体报道提到就是说 因为捷克是替北约 在国际市场上去购买弹药给乌克兰的 那捷克的这些军火商的代表 就是说发现到说 他们的动作都比俄罗斯慢 因为他们 因为还有他这个所谓财务的资源 各国的协调这些 所以往往他们都抢在俄罗斯后面 所以等到他们要买的时候 俄罗斯已经把它买走 所以这两部分 第一个俄罗斯自己生产得很快 第二个就是说 它在国际市场上 它的动作也比较快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 俄罗斯所得到的弹药 是乌克兰得到弹药的三倍 好 谢谢索老师的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在环球发展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